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玉 这儿呢 你去哪儿了 我什么不说一声就消失不见 你好了没 吓得我魂都飞了 又你你你的 都说了 叫公子 不是说只能咬一口吗 到底给我吃了几口 害得我早上醒的时候 鼻血趾都止不住 我怕不够就多咬了几口 你放心 我这身肉不是白长的 你别担心 明天就好了 下口咬得狠了点 看得跟老鼠咬得似的 却好几块 到时候难看死了 你别说了 反正平时又看不见 你就当不知道吧 去哪儿呢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没有想到我 你别说了 我别说了 你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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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说了 我心里就能好受一些 比如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 喜欢 这个词太表面了 我说不出口 没关系 反正我早已习惯了你心口不一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吧 反正你已经吃了我的肉 我们融为一体 再也分不开了 本公子陪你亡命天涯 当然分不开了 不过我有个问题啊 吃了你的肉 能长生不老吗 如果把我整个都吃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长生不老 但是只吃这么一点 应该是不可以的 这么一点 你倒是挺大方啊 说给就给 那 我要点报仇 晴天白日的 收敛点 我 那你的意思是 黑灯瞎火就可以放肆一些喽 早知道昨晚你昏迷的时候 我就应该多欺你钱 叶熙 我只是被公子的美貌所震碍 公子你平日里十分高冷强悍 一下子变得病若可怜 我控制不住啊 别忘了 现在还有一些追杀我们的人 反正你已经痊愈了 我们双剑合并 应该可以对付他们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者回首 好吧 来 灰叔他们没事吧 他们从温泉底下前走了 这是灰叔留下的标记 他们现在应该在前往月亮河 不 那里是白家族地 他们应该在那里养伤暂毙吧 那我们也去月亮河吧 听起来好美啊 你不觉得我们不像是在逃命 更像是私奔吗 好像是 那有个茶摊 我们去休息一下吧 好 走 来 二位累了吧 要不坐下洗洗脚 喝点什么 上好的花茶 好嘞 二位稍等 来